相亲结婚也没什么难的吗 年年 我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等你三个小时了 你怎么没去啊 我们结婚了 结婚 人家还在餐厅等你呢 那他是谁 不会是个抑郁了吧 我知道你老妈天天逼你相亲 但也没必要把自己逼到精神市场吧 我把结婚对象搞错了 谢谢你送我回家 沈总 冰山萧尔红 莲莓 巨鸡 完了 第一天上面要迟到了 真理 真理 快出来 你找我死了 那可是总裁专用的电梯 哦 不好意思 你才来了 有什么呀 我不是 一直起来 分之 有一天 你会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你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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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借过 你借过 你借过 你 真的是审视阶段的狗牌 都那么明显了 才看出来 以为来审视阶段开始了 我来面试 面试什么 要不要我帮你交的一声 让他记得我来一遍 不丢了呀 不用不用 不靠自己可以的 说 刚才那个女孩跟沈总 什么关系啊 沈总不会有女朋友了吧 这绝对是能引爆 审视大楼的爆炸新闻 叶桑年 这一生蛮适合你的嘛 笑笑笑 笑完了吗 我要开始工作了 说起来 我们还是亲戚啊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我凭着我爸的关系 毕业就进入审视阶段 以后 我可是要做审视集团的人上人 可是要做审视集团的人上人 凭这一点亲戚关系 能拉你一把 你可不要付出好感 人上人 你要成仙啊 你 我屈尊成为审视集团的秘书 就是为了拿下神子 成为总裁夫人 你呀 还是好好做你的宝剑 叶桑年 你的任务就是让十九楼一尘不染 拨把不能离手 听懂了吗 他们都在忙 我现在打扫卫生 他们在忙 你就帮他们打打下手 等他们不忙了 你再打扫卫生好了 审视集团 跟你之前待过的公司不一样 机灵点 一分一秒 你还真是个周八匹 新来的 一杯咖啡 好 我干 把这个单一十分 送给地区的微微 地区微微 新来的 一杯咖啡 不加奶不加糖 一杯咖啡 双杯奶双杯糖 好 把这个找财务改装 送给地区的微微 地区微微 好 这些送给 地区微微 聪明 抄写十分 再送去 抄写十分 of course 够够够动起来 新来的小白菜 新来的 加点糖 破坏 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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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来的小白菜要考虑了 沈总最讨厌制造麻烦的人了 毛毛躁躁的笨吃了 倒个咖啡都能闯祸 你还能干什么呀 我看你家庭困难 才给你介绍的工作 你就这么报答我 是你抓我的 我撞你 你就不能自己站稳吗 你 沈总 这是我表妹 听说我在沈氏集团工作 死去白赖的要留在这里 你要真生气 我这就开了它 每一次 每一次 你慢慢的靠近 告诉我 那是心跳的沉迷 那些回忆 很清晰 谁都不能否定 沈总 你 被人这么麻 你都没什么想说的 沈天白 衣服我会洗干净还给你的 沈天白 你不知道我今天泡了多少杯咖啡打赢了多少分文件吗 受了委屈 受了委屈 为什么不找我 我一个宝洁 恐怕连你办公室都进去 从今天开始 她是我的私人宝洁 是 沈天白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表现的还不够明显 为什么 我是不是长得很美 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被我放荡不羁的动作 你真 不是第一次见面 今天是奶奶的七十大寿 我约了一位姑娘 很不错 当我孙媳妇正合适 你已经有孙媳妇了 她叫奶奶 那你带回来给我看看 别想见我老婆 再说 那个奶奶能有小叶好 小叶绝对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孩子 小叶 一听名字就有心情 她哄骗您什么了 什么哄骗 她是个单纯孩子 真单纯 能让您沈氏集团董事长这么帮她说话 可是不用再提 要这么说 那位年年小姐 能让你这个沈氏集团总裁为她说话 岂不也是个有心机的 您不了解她 我也不了解小叶 一会小叶会来参加我的寿宴 你必须见 别什么女人都往我身边散 我不见 时候难得住 这 特价红萝卜还有吗 已经卖完了 那好吧 好可怜的石黄老人 肯定很艰难吧 怪不得这么接受 奶奶 明天我一定送一份 包您满意的礼物 石黄奶奶住 这 叶桑年 这不是被我抛弃的前女友吗 你现在开始送完卖了 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跟着我们不会是想求是康复和吧 我不是跟着你们来的 这儿可是沈家老宅 我们来再见沈氏集团董事长 你来干什么 这儿是沈家老宅 怎么回答不上来了 我来见朋友 你的朋友是宅子里的保安 还是保姆 神管家 神管家 我是沈家大少爷 陈氏康 与沈氏有合作往来 想要见见董事长 神管家 这是我沈家特意准备的厚礼 今日董事长没有接待客人的领算 这可是百年龄子和千年人生 你不问董事长就擅自拒绝 就不怕耽误了大事 做了工作 这点东西还引发不了什么大事 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等于什么 你也得管 你可是小叶姑娘 是 我也是来送礼的 不过是特价胡萝卜 董事长派我来接您进去 凭什么 我们来车宝贝还不如他也在破萝卜 董事长今天只收萝卜 我还是第一次接活着的别墅 活着的 就是接看见 你这丫头还真有意思 奶奶 您这么有钱 还那么节省干什么 我还差五十 就存够孙媳妇的彩礼了 多的彩礼 行李 这是给我吧 对 特价胡萝卜 十块钱一兜装满 你看我塞的满满的 这个礼物我喜欢 我也给你准备了些礼物 跟我看看去 走 小里 小里 你好 温妮 你好 wang 你 我 来来来来 为你服务 快来挑挑自己喜欢的 够 十 百 千 万 十万 百万 这是人名字 买 买买买买 这也太多了吧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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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买买 这是不是太重了 啊 慢点慢点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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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我真是个小机灵鬼 奶奶 这个箭子可以送给我吗 喜欢就拿去 大小刚好合适 谢谢奶奶 晚家 带小爷姑娘去参加寿宴 小爷姑娘请 董事长 集团夫人的权戒怎么不见了 要报警吗 我送给未来孙媳妇了 是 拿了戒指 那就不能挤截我孙子了 晚一姐 昨天您陪总裁去参加晚宴 董事长也在 你们这算不算见过家长了 别乱说 只是正常的商务业会 不过 沈奶奶确实对我很好 都叫沈奶奶了 看来我们以后要改口 叫你总裁夫人了 总裁夫人好 叶苍年 你以后离我们沈总远一点 为什么 因为晚一姐 马上就是总裁夫人了 你可不要置散当散 我怎么没听说我 总裁结婚 难不成 还要置会你一个保洁不成 某些人 当上了总裁的私人保洁 就以为他登堂入室了 恐怕 连自己几千几两个旺 我一米六二九十八斤 谢谢关心 叶苍年 我知道你对沈总有意思 但你实在陪不上他 昨晚的商务宴会上 我和沈总 已经见过家长 昨天晚上沈天来 根本就没有参加 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家长 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家长 昨天的商务院会 对沈氏很重要 沈总怎么可能不参加 土包子就是土包子 什么都不懂 你说 沈总昨晚没有参加宴会 那你倒是说说 沈总在哪 他 我总不能说 还是沈总和我在一起 不知道 言不下去了吧 因为嫉妒婉一姐 就说出这种无知之言 真是小家子气 等婉一成了总裁夫人 第一个开除 我等着 婉一姐 你就是太低调了 才会被一个宝洁踩在头上 你们看看 这是什么 好了 别说了 婉一姐 这个 不会是沈氏集团 总裁夫人的权戒吧 真没想到 有一天我们也能看到食物了 这可是沈奶奶亲手送给我的 董事长对您真是太好了 低调点 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婉一姐 等你叫了豪门 你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旧同事啊 当然 叶苍年 我可是沈家承认的孙媳妇 你拿什么种种 这戒指很野肠 这戒指很野肠 你一个土包子 怎么可能见过这枚戒指啊 我也有一枚 好像 真的有点像 我曾经在电视上见过 沈氏家族的权戒内侧 是刻有一个沈字 不可能 你以为在戒指上刻个沈字 这和沈家有关系了 婉一这枚戒指可是董事长亲手送的 象征沈氏总裁夫人身份的权戒 你别拿这种冒牌货碰瓷 不信 让婉一摘下来看看 一定也有沈字 婉一 愣着干什么 赶紧证明给这个冒牌货看 到底谁才是沈氏的总裁夫人 这 怎么没有 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 毕竟电视上的图片 也不一定是真的 沈氏的权戒 向来没有在公众面前展示过 没错 这更证明 叶桑年的戒指是假的 这更证明 叶桑年的戒指是假的 真正的权戒上 根本没有沈字 而你不知道 造了一个假的 想要冒充总裁夫人 却没想到 我们万一揭穿了 没错 叶桑年 你好歹多的心思 要是沈奶奶没有送我这枚权戒 倒真被你 蒙混过关了 这枚戒指 确实是董事长送给我的 一个宝洁 也敢大言不惭的说 认识董事长 你不过是站着董事长 从不来公司 才敢满口无言罢了 欢迎到这条莉林 直到我们工作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还希望您多多指点一下 大家不用紧张 我就是随便看看 是是是 叶桑年 我知道 你事事想要与我争个高低 可你也不能处处模仿我呀 这一旦被拆穿了 很尴尬的 我模仿你什么了 我拿出一枚戒指 你也拿出一枚 我说我的是董事长送的 你说你的也是 这不是模仿 是什么 前两日董事长气势大寿 我去了沈家老宅 这枚戒指 就是当时奶奶送给我的 闭嘴 你有什么资格 叫董事长奶奶 就你还去过沈家老宅 连晚夜街都没资格去 你连这种大话都说得出来 我和董事长的官司 无需向你们解释 就凭你这枚假戒指 董事长就不会容忍 你这种骗子留在沈总身边 叶桑年 你知道权戒象征着什么吗 他可是沈氏集团 一半的支配权 就算不说半个沈氏集团 市值千亿 就单单这戒指的材料 就是价值一个亿的银花宝 这 这不是银的吗 必须选一样 要不然 就是看不起我老婆子 这戒指也就是银的吧 应该不值钱 这个家里最便宜的 估计就是它了 我可真是个小银子 奶奶 奶奶 这个戒指可以送给我吗 喜欢就拿去 还真是个土包子 你连什么材质都分不清楚 还敢造假 你现在 不单单对沈氏不尽 对董事长不尽 我还可以告你 造假诈骗 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不行 这东西这么贵重 我得还给奶奶才行 还给奶奶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都这个时候了 还敢装 我不想和你们争辩 被拆穿了就想跑 没门 沈总最讨厌的就是说谎 你这是撞枪口上了 像你这种骗子 根本就不配待在沈氏集团 连沈总的行踪都敢造谣 晚夜 我们把他赶出去 谁敢动他 沈总 你三点谎话连篇 刚刚还说 您昨晚没去商务宴会 这种人 必须开除出沈氏集团 没事 我们刚刚都听到了 他自己亲口说的 你们都是人正 沈氏向来注重品德 沈总如果不把他开除的话 恐怕难以服众 你怎么就确定他说谎了 我用我的职业生涯担保 如果叶桑年没有说谎 我自愿离开沈氏集团 我昨晚确实没去参测商业烟火 文艺姐 你昨天不是陪沈总去参加晚宴了吗 你快说话呀 我昨晚跟叶桑年在一起 什么 我早就和你们说了 不跟你们争辩 非要闹到如此 何必呢 文艺姐 你不能不管我 这些话都是你让我说的 文艺姐 你不能不管我 这些话都是你让我说的 你别胡说 我可没说过这种话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猜的 你 财务部 结清他的工资 是 你可以走了 我不能失去沈氏的工作 就沈总饶我一次吧 有句话你说的没错 沈氏 最注重的就是品德 很显然 你不符合沈氏的用人标准 那叶桑年呢 他私自仿葬沈氏总裁夫人的权鉴 还口口声声说是董事长送的 沈氏他在伪造界里用来干嘛 他这是诈验 不管要开除 还要送他去坐牢 像他这种人品低劣的人 怎么被留在沈氏 小兰沈总是公允的 不会因为他是叶桑年 就骗探他吧 他不会 他就这么相信我 正是董事长 接受送给叶万一的权鸡 这里是真的 但叶桑年属伤的就一定是假的 你就是奶奶说的什么 没错 沈总 我确实和沈奶奶有过几年之缘 看来传闻是真的 董事长独自居住在老宅 鲜少出门 沈总都不常见到他 只要我一口咬定 谁都不知道我的杀 沈丁八 这权戒可是只有一枚 没错 可是 权戒是奶奶的嫁妆 她又不出门 连我有没有资格拿到 那她的必然是假 你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 真的在我这儿 这是董事长亲手送给我的 你不过是仗着董事长不在 亲口呲黄罢了 我可以去董事长面前对证 你敢吗 你不敢了 你不过是借机想见董事长 我凭什么带你去见 董事长也是你配见的 董事长已经十年没有路过面了 只要我咬死了不承认 谁也不能说我的是假的 只要再等几天 等爸爸和董事长敲定了 我和沈丁白的婚室 这事就门混过去了 谁要见我 你的戒指是谁给的 你谁啊 别敢质问我 真是连阿猫阿狗都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你不认识他 沈总 我可是你的天生秘书 平时想要巴结我的人不尽其数 我奶奶每个都认识呀 奶奶祖来了 沈总 这人 是叶桑年奶奶 他真把公司当自己家了 什么人都往这里带 奶奶 叶桑年是我喜欢的人 我知道你喜欢叶婉姨 但是请你尊重我的选择 真是太好了 叶桑年是谁呀 老婆子我可不认识 小叶呀 原来你和我大孙子早就认识了 什么时候商量婚事啊 婚事 奶奶还不知道你们领证了呢 啊 全天三年呢 我怎么回头呢 奶奶说的小叶是你 不可能 他是 他是董事长 叶文艺 你真是被男人冲上了脑子了 我们可是亲戚 如果董事长是我奶奶 你会不认识 你不是说你手上那杯戒指 是董事长给你的 还说你和董事长私交甚好 怎么董事长来了 你怎么不认识 难不成 你们是网友啊 你这丫头 叶桑年 你别得意 日子还长 你给我等着 啊 奶奶 我不知道这戒指这么贵重 还是还给你吧 哎哟 收了我的礼物啊 可没有还回来的道理 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 就把我这个大孙子 收了吧 收 奶奶给他 好好收着 他就说 这次 还是爱你 哎哟 都忘了 还有事呢 你妈 还有你妈 跟我走 都走 都走 好好好 都跟我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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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天下特之 你不准备给我一个 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 就这吧 这里 会吧 啊 各十百千万 一条鱼就上万万 人都很好 那个 我还不是很饿 你饿了吗 确实有点饿了 你去吃饭吧 呃 我 实在是没办法 对他就让你吃饭 谁能吃 不得饿了 那本卡里没钱了 不是还有微信吗 微信没钱了 不是要向朋友见吗 有什么大不了 想吃什么 放了 我不配吃饭 怎么了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饿 要不你给我 我不用了 一份冷冻香 一份碳烤牛婚 一份送业戏 你上了 本来还想说 请你吃饭 但既然你不饿 就这能难听吗 啊 你等一下 那个 哎 麻烦菜单 再拿给我看一下 虽然我不是很饿 不过可以陪你吃一点 毕竟一个人吃饭 还是很无聊的 人是总裁 平时都吃这么贵的饭 这么吃 真的不会吃熊吗 饭气还是饭 我先去结账 你慢慢吃 啊 叶桑年 这不是叶桑年吗 几年不见 你一个土包子 也能进这种高档餐厅吃饭了 你谁啊 你被陈石康抛弃 成为可怜虫 这件事早就传遍了 你一个土包子 还想巴结上陈少爷 也不看看你配吗 早晚是被抛弃了下场 我就不一样 你哪不一样 这位可是 沈氏集团的少爷 沈氏集团听说过吧 资产过万亿 全国首富 我马上就是沈氏夫人了 传闻 沈大少爷可是个大帅哥 你一个土包子 懂什么 我是不懂 可就算他是 沈氏集团的少爷能看上你了 哼 你就是嫉妒 是也 这位漂亮美人是谁啊 沈总 这可是我上大学时的班花 从大学起就被包养 早就被男人玩烂了 好 真是狗人 真是 这么多年还是改不了造女性黄妖的习惯 白长这么大人 你别装了 这里人均十万 陈少爷把你甩了 要不是班级上老男人 你哪来的钱进来吃饭 被踩穿了就想跑 让开 陈少爷已经订婚了 你这条丧家之群 谁说他没人护着呢 老套 老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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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怎么会成东西 你敢吹老子 让人断了你胸腿 关着 有人在你们猜厅闹事 把他的腿打顿 给我赶出去 你们两个穷鬼敢来这种地方闹事 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到沈总说的话吗 你们是死了吗 赶紧把这两个穷鬼给我赶出去 别怕 我保护你 你竟敢打我 你知道我们两个是谁吗 这位可是沈氏集团的总裁 我是沈氏集团未来的总裁夫人 这整个商场都是沈氏的 你一条狗 还敢打主人 我们沈氏没有这么一位少女 你什么意思 这怎么可能 沈总 沈氏要去哪 不关我的事 都是那个女人高度 和我没关系 冒充沈氏集团的神父 招摇撞骗 我们有权起诉你 送去警局 我错了 我错了 让我忘了 他是假的 我被骗了 我把一切都给他了 如果他是假的 那我怎么办 沈氏婆 今天到晚还是做梦 你说哪来那么多一万富翁 还沈氏总裁 沈氏总裁那样的天之骄子 怎么这么巧就被你碰上了 还看上你了 是不是我刚才就看多了 你还瞪我 我就不信了 你怎么就这么自信呢 他为什么就能看上你了 你在瞪我 沈总 刚刚老夫人又催您回老宅了 通知沈氏上下 准备迎见总监 是 您请进 请进 沈天白 今天是我的同学聚会 你一定要把我前男友 比成渣渣 但也不要表现得太完美 我怕你被人看上 你就不跟我回来了 你刚刚是在担心这个 我有 担心吗 放心 我觉得不会抛下你的 那如果你扔下我了呢 我一定会再次把你找回来 给我十块钱 这一天 我保护你 死胖子 等我换钱 你好是死 不然还打死 我的人你们也敢欺负 你那这我们不知道这胖子是您的人 我们再也不可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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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这 给钱 我有很多桃 你叫什么名字 沈天白 沈天白 好名字 以后就叫你小炕子 我 叶桑年 你终于来了 我们都快被陈石康那一对给肉麻死了 曹雪 我大学同学 你好 沈天白 我还真是小看你呢 刚被陈石康抛弃 就找了这么一个极品男人 可惜啊 今天帅是行不通了 陈石康可是安排了一份豪华大礼 要当众送给他的新女友 男人还是得有钱 你今天不叫丢脸了 不劳你操心 丢脸 你先进去吧 我等下来找你 他不会是临阵脱逃了吧 装什么装 陈石康的新女友可是流血海贵 这一桌是流血海贵的位置 桑年 你只能坐在普通桌了 叶桑年 你今天明知屈辱还要过来 不就是想求士康回心转意吗 叶桑年 你死心吧 我没有和你不合的想法 好了 我也要 国内素质差就是差 我在国外的restaurant吃饭啊 人家用餐都是安安静静的 哪像国内 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 还有啊 华国制作的东西啊 也都很吃意 还是国外大牌子质量更好 你看我这手表 哎呀 你长不长挨子 我这件衣服可是国外买的 很贵的 弄脏了你赔得起吗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算了吧 他也不是故意的 对啊 也没造成什么损失 算什么算啊 被这种loser碰一下 就已经很脏了 我穿的可是国外的大牌子 你要帮他赔吗 哼 说到钱知道怕了 像你们这种留学费用 都掏不出来的穷鬼 恐怕连我这身衣服的袖子 都买不起 你 我看你们软骨病体严重了 赶紧治治 你什么意思啊 叶桑年 我知道你被我甩了 菲菲是从韩国留学回来的 你们两个不在一个档次 档次 瞧着你说的话 中不中 硬不硬的 也不怕咬了舌头 你 哼 我们可是留学归来的精英人才 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是没了 但是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 青英人才 不找你 你就是嫉妒 华国需要我们这样 能跟国际沟通的人才 你平一会 叶桑年 菲菲是我的心女 我知道你记得 但你别太过分 你们俩也太自我感觉良好 我只是就事论事罢了 你们就是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我们身上穿的大牌 这些穷物一辈子也买不起 你也只能成两具口舌之快 让我瞧瞧你们穿的是什么高级 让你们正的 Made in China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桑年说的没错 你们就是一群网还没放下 就骂娘的白眼狼 嘴皮子厉害又怎么样 这个社会 可不是嘴硬就行的 这不是上中 沈氏集团拍卖会上 拍出一亿天价的洛克帝王宝吗 陈家不愧是珠宝世家 还真是财大气粗啊 洛克帝王宝 是排名第一的宝石 除了沈氏集团 就只有我拥有这块宝石了 这块宝石足足有五克了 今天我就要把它送给我的未婚妻 程飞飞 谢谢亲爱的 叶小年 实话告诉你 我和世康一年前就已经在一起了 就你这副没情趣的样子 世康早就想跟你分手了 没做成陈太太 不好受吧 像你这种总理话话 来送我的些晦气 你好好看看 足足五克拉的洛克帝王宝 你这辈子 也就这一次机会能见到了 一个假镯子 玩的还挺有意思 这 这是 洛克帝王宝首镯 这要是真的 得值多少天啊 陈家可是珠宝世家 他说是真的就一定是真的 程飞飞手上五克拉的宝石就值一个夜 这整个镯子才是天价吧 不对 我和沈家 有珠宝合作 这是沈家的传家宝 你是什么人 这是从哪来的 说 不然把你送到沈家 是罪 沈总 我来接您和夫人回庆园 庆园 沈家老宅 你说你和沈氏有合作 从今天起 沈氏与陈家的所有合作 全部就提 是 抢了你的男人 真是抱歉 要不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有钱人吧 我倒是认识一个 七十岁的大款 天干 不会先请 但是康 你就别骗计了 我的老婆 不用你操心 我知道你不会不想 老婆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这不是 沈定白 是豪车 还有这手镯 还有这些宝兵 哇塞 太有霸度的范儿了 连事去城部起过 原来总裁真的是这么出门的 你看到了吗 刚刚陈世康那个渣男的脸色 太精彩了 今天这一张 真痛快 从今日起 沈氏与陈家的所有合作 全部就 这一张 这一张 这家餐厅 您绝对会喜欢 那我得尝尝 叶桑年 你果然还是这副穷酸样子 有什么事吗 昨天我们都被你给骗了 一个穷鬼还敢冒充 沈氏集团总裁 还说要断了我陈家 和沈氏集团的合作 今天 我刚刚收到了 南省商会会长的邀请函 你们的谎言 不公自破了 南省商会 心血好像比水财厉害 我可怕能跟沈氏 找什么 叶桑年 你以后少往我和石康面前操 你也就只配合这种穷鬼老大夫 在这里一起抠起 这就是你无法跨越的阶层 我过什么样的生活 和你们没有关系 就你们这副嘴意 要是为南省商会开刺 早晚和你们都爱合作 叶桑年 我建议你态度好点 我本来想 如果你求我的话 我明天带你去南省商会的宴会上 间接试你 让你亲眼见证一下 我之间的差距 我不须 既然你都邀请了 放心 他会到的 行 明天见证 奶奶 你不乱答应 你知道那是干啥的吗 放心吧 都交给我 好久不见 我当然是不知道 奶奶竟然真的带我来 男鼠商会应该不会为男神家吧 这个骗子还敢出现在本少爷面前 不想活了是吧 熊鬼 放开我 熊鬼 师哥 师哥 来人 这个骗子 假冒是熊总裁 他敢来南省商会闹杀 快给他拿下 你等死了 南省商会由沈家主持 正好把你抓了 我们就是帮了沈家的功臣 你小子 这一脚 老子早晚十倍还给你 沈总 这两个跳梁小丑 哪来的 老子 你怎么能叫他神总呢 神总 要调定我帮你处理吗 贤总 您可是男神首富啊 也被他骗了不成 知道我是谁 还不知道这位是谁吗 既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 为什么给我南省商会的邀请河 为了再跟你说一次 陈家与沈氏的合作 彻底终止 你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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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青丸 你听我解释 当年 我只是想教训一下他 你 这可是南省商会 你竟然敢闹事 还愣着干什么 快跑啊 不是我 我 你太路芒了 没必要 没必要为了帮我 在南省商会上打人 要是商会会长生气了 为那省家怎么办 商会会长 就是我奶奶 什么 以后这种脏活累活全都用给她 待不下去就自己滚蛋啊 当总裁发现她处处不如我的时候 才会记得我的好 对对对 不管是秘书还是总裁夫人 这有您最合适 这文件是你让桑宁记的 怎么了 她犯什么错了吗 都怪我 看她做宝洁可怜 就想给她一个成长的机会 可惜啊 我不应该让这种低学历的人 做这么难的事 叶秘书如果觉得不能胜任工作的话 那你和桑宁就彻底换换宫尽 你又让我做宝洁 我只答应你爸让你留在审室 至于干什么不重要 出去反省吧 你是我的私人宝洁 只能我给你安排工作 不要傻乎乎的谁的话都听 我这不是无聊吗 你又没给我安排工作 晚上请你吃饭 那如果这算工作的话 有加班费呢 叫叶桑年就是桑女 叫我就是叶秘书 我当了她三年秘书 还不如刚认识的叶桑年吗 该死了 怎么瞧 今晚沈家要举办商务宴会 您既漂亮又优秀 沈总一定会带您去的 今晚赌事长也在 说不定直接看上您 要您做孙媳妇呢 沈总 今晚的商务宴会 你转告叶桑年 让她陪我去 你让一个保洁 陪您去这种高端场合 不行吗 总裁 让一让让一让 快让一让 让你让一让 听不懂吗 桑年 刚刚传了消息 总裁和江特 住回公司的路上 出了车祸 把她手机也关急 现在联系不上了 那快报警啊 已经报过了 警方上等消息 你去哪啊 我去找找 桑年呢 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叶桑年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沈总 要不 晚宴还是我陪您去吧 桑年不去的话 我就不带秘书了 叶桑年呢 今天一天都没见过他了 怎么关机呢 金正 去找叶桑年 是 沈总 这是途经公司的最后一条街了 没看到有出车祸的地方 沈总 人找到了 江特主 你和沈总出车祸了 没有啊 沈总派我来找一趟 那沈总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啊 哦 你还是问沈总吧 你去哪儿了 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 对不起 手机 以后你只要打开分享定位 就可以找到我 我好像 出手了 沈总 晚宴时间快到了 你帮我和奶奶说一声 我就不去了 不要提示因为桑年 我担心奶奶会误解她 是 啊 你 我 我 我 想 我 我 瓜 我 何时 这是哪 昨晚你中暑了 我就把你带到我家了 糟了 我也不归宿 我妈会担心的 你慢点 好险 差点就被我妈看见了 我就这么这么的人 我昨晚夜不归宿 要是一大早上让我妈看到 我从一个男人家里出来 这事就大了 我先回去了 你别出来 那待会我在楼下等你 和你一起去公司 好 妈 昨晚去哪了 我昨天公司加班 吃饭吧 妈 你觉得沈天白怎么样 人家可是沈氏集团的总裁 和我们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哪敢评论 你们这个干什么 我觉得沈天白挺好的 所以 有点想把她变成你的女婿 你没发烧啊 怎么就说胡话了呢 我说真的 梦想啊 还是要有的 万一失纪了呢 你不相信 你妈我年轻那会儿 还想嫁给古天乐呢 你不是想说我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吧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什么都没说 你说我妈是什么意思 我到底哪里想要蜡蛤蟆了 有我这么好看的蜡蛤蟆吗 当然没有 我真想让你一伙去我家 手牵手在我妈面前转一圈 看她什么反应 第一次去你家啊 我得想买东西才行 买什么 阿姨平时喜欢什么 怎么突然好像变得 我再劝你见家长吃了 反正迟早都要见家长 早点接也没什么不好 见完家长以后呢 商议 婚事 然后呢 先欢迎来 沈丁白 你真准备这样去见我妈 嗯 你怕你妈不喜欢我 倒不是 只是觉得你拿的太多了 其实不用这么破费 我妈那个人很随和的 心意到了就好了 那可不行 万一阿姨对我的印象不好 不同意我们怎么办 好不容易到这一步 可不能掉以轻心 只能听白 大概不知道她在我妈行动的地里 典型的别人家小女 完美到无可挑衅 如果知道我们两个人在交往 也许她真的会去妙里烧口响 哎 过了今天 我们就能光明正大了 对不对 你不觉得 后头摸摸 更刺激一点呢 你什么表情啊 我说的不对吗 是是是 老婆都是对的 沈丁白 待会一定要委婉一点 不然会吓到我妈妈的 是 待会一定要委婉一点 不然会吓到我妈妈的 是 我们一定要保持点距离 别带亲近 给我妈妈一点接受时间 好 阿姨好 我叫沈丁白 是您女儿的男朋友 说吧 你和沈丁白是怎么回事 哎 如您所见 我们在谈恋爱 如您所见 我们在谈恋爱 你和沈丁白 哦 你们该不会是 嗯 你又行 啊 你年年 我跟你说 你可不能看人家长得帅 有钱就贴上去啊 连女孩子的矜持 和自尊都不要了 我 沈家 怎么可能接受 我们这样的人家 做儿媳妇呢 万一 哪天沈丁白 抛弃了你 哎呀 你不自爱的名声传出去 你就毁了 这是关乎于你名誉的大事 不能有一丁点的损失 妈 你把我也想的太贵便了 我就不能跟沈丁白 招二八准了他呀 哎呀 那可是沈丁白 沈氏集团总裁 你怎么干的呀 去沈氏集团做宝洁 结果 被人的总裁撬了 去沈氏集团做宝洁 结果被人的总裁撬了 哎呀 那虽然是事实 但你别说的那么难听嘛 马上跟他分手 为什么 您不喜欢沈丁白吗 哎 那可是沈丁白 我脑子又没进水 怎么可能不喜欢 只是那样的人家 能同意让你进门吗 如果只是玩玩 我不同意啊 我们已经到了建家长这一步 沈再能同意 嗯 这 这 是沈丁吧 我是沈丁白的奶奶 小孩子不懂事 怎么能自己上门呢 我还是觉得 得亲自来一趟 毕竟啊 是两个孩子的婚事 婚事 啊 这两个孩子呀 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谈个恋爱听几点 咱们大人 只希望他们能甜甜蜜蜜 高高兴兴地就行 我们沈家 可是很满意乱乱的 阿姨好 我是沈丁白 初次拜访 听年轻说 您喜欢幻化 一顶薄力 请你收下 这是做什么呀 快坐快坐 那个年年 赶快去沈茶呀 快 好 我出去帮你 我这次来 是想来商量 听白和年年的婚事 哎呀 这 阿姨 阿姨 就是我名乡的逢尘 银行卡 车钥匙 还有几家公司的股份 在前几日 已经全都转到了 年年的名乡 希望 您能将年年嫁给我 这些东西 都是听白自己挣的 自然由他自己做主 你就不怕我卷款跑了 不怕 跑的时候 带上我就好 这幅画真不错 我女婿的眼光 就是好 是不错 当然不错了 这可是代凡的葵花 值十个亿呢 这可是代凡的葵花 值十个亿呢 这是不名画 不是自己随手画的那种 你们不知道 包天天物啊 包天天物啊 就算是假的 能放到这么真的 也是一话难求啊 你们哪来的 你说审视集团董事长家 可能有假话吗 妈呀 我可得好好看看 真机 绝对是真机 别忘了 我可是见上一十几学生 这 这里 摘了吧 这客厅配不上他 昨天 陈师康给我打电话了 是吗 打给你干什么 他问我 你怎么样 他大概是要找你复合 听说 他家破产了 新女友嫌弃他没钱 好路了 春风得意 又跌落谷底 估计是想起从前你陪他过苦日子的时候了 可千万别 他要是再打给你 你就替我转告他 我诚心诚意祝福他和陈飞飞 恩恩爱爱 天长地久 有部分手 当初他隐藏富二代的身份和你谈恋爱 你养了他三年 一副恋爱脑的样子 怎么去呢 我真的不听 你要是早有现在的觉悟估计和沈大总裁连孩子都有呢 你听见 有什么事吗 你不用打电话给脚二 也不用到我家楼下来读我 不管你和你女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和你都再无可能 念念 我已经跟他分手了 我只是一声糊涂 你原谅我 我们重新开始 好吗 没想到 三年轻我竟然喜欢上这么一个不堪的男人 他有什么脸跟我说重新开始 陈世康 你算什么男人 你劈腿我闺蜜的时候有想过我吗 你出轨对象指着我鼻子来跟我顿蕾的时候 你有维护过我吗 天天在朋友去秀恩爱 给新女友买奢侈品的时候 你有顾及过沈翅姐又养你三年的我吗 如果我是你 哪怕是死也不会舔着脸回来求我复合 只要你还有一点点自尊 就绝不可能这么做 只要你还有一点点自尊 就绝不可能这么做 年年 我知道 是我对不起你 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真的忍心舍弃吗 我已经和她分手了 从今往后 保证只会爱你一个人 我们年底就结婚 好吗 不好意思 我已经结婚了 这不可能 不可能 年年 你这么爱我 怎么可能和别人男人结婚 你是故意骗我的 对不对 就算你跟沈翅总裁在一起过 这他也不可能娶你的 连我沈翅都看不上你的出身 更别说是沈翅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要利益之上吗 松手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要利益之上吗 松手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相信 你是在骗我 你不信是吧 我现在要和我老公去儒家 你要跟过来看看吗 好啊 除非我亲眼所见 否则 我绝不相信 沈翅曼 去儒家酒店门口等我 我要和你看房 哦 我 不是 我 不是那个意思 算了吧 好 这下你信了吧 还是在骗我 如果你不信 请老哥就去酒店好了 好 去就去 真好 你连撒谎都不会 沈翅那种人物 怎么可能会去儒家 人家出入的最起码 也是五星酒店的总统套房 你别想骗我 难道我真的要带着钱男友 跟新人去看 我虽然破产了 但我怎么也比 带你来儒家开房的男人强吧 陈世刚 在你劈腿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再无可能了 你果然还是在生气 生气就说明你还是爱我的 你放心 我以后只有你一个女人 你没必要编出 已经结婚这种话 骗我 你别自作多巧 我老公只是来晚了一点 你又何必执意骗我 我是诚心诚意 求复合的 就当之前的事情没有发生 我们还跟从前一样 好不好 我们还是跟从前一样 好不好 陈世刚 别再白日做梦了 我们已经结束了 陈世刚 看来沈家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我沈听白的了 我 别改修着 沈 沈总 陈世刚 人已经站在你面前了 你不会还以为我是在骗你 现在我要和我老公去酒店 探讨一下人生 解锁一下新知识 你不会还想跟着我们上楼吧 探讨一下人生 解锁一下新知识 沈太太这是提醒我吗 陈世刚 他一直追着我不放 为了让他死心 我才不得已出钱下策 这个方法挺好 尽你的身份 哦 哦 哈哈哈